白土港辣子鸡 这是我们今天点的里头最贵的一道菜 太阳来探店重吃驻京办 今天南阳驻京办 还是原来的位置 上次来其实没有吃什么特别经典的菜 所以这次来就基本重新点了 除了中原大锅菜 那是之前的 其他的都是新点的 给你们说说 这叫白土港辣子鸡 是南阳那边的做法 这算是当地特色 然后方城会面 这也是南阳那边的 这叫南阳四蒸 这四蒸不知道是啥 有一个酥肉 有一个这是肉 这个不知道是啥 蒸面条 这个叫炒糖和凉粉 然后这个就是上次点过 这次又点了中原大锅菜 白土港辣子鸡 这是我们今天点的里头最贵的一道菜 这个磨加辣子鸡 加这个摆盘268 但是它这个鸡肉 闻起来还真是挺香的 用的是那种土鸡 鸡肉味很重 然后辣椒味也很浓 这跟山松的那种炒鸡差不多的感觉 就是鸡汤里头加上浓浓的 这个青椒或者辣椒的味道 吃起来特别像正常 我能接受 这个叫杠子馍 是不是做的就像一个杠子似的 外壳是非常脆的那种 然后蘸这个汤吃 就跟杠子馍蘸上辣子鸡的鸡汤吃超级好吃 而且它磨的皮不焦的这一面是韧性很足 然后烤的焦焦这一面脆劲很足 好吃 除了有点贵 我们今天来这个 这是这些柱江拌人气最差的柱江拌 一中午叫四桌 但我跟你说 茶是有原因的 对吧 服务真的不太行 南洋四蒸 感觉这应该是一碗肉 感觉是肉 吃了可不是肉的 它应该是肉丸子 但是没什么肉味 这应该是蒸丸子 也是那种 就大料味很重 这肯定叫做蒸酥肉 它这个蒸酥肉跟山西那个比 山西那个蒸完了 就整个肉都是软巴巴的 没什么嚼劲的 但是它这个蒸完了 里头肉你还能吃出来 明显是一整条的肉条 这个应该粉蒸排骨 米香味有点酒糟味 就是他们本地特色 为什么这每一块上都没什么肉 每一块基本上都是骨头 没有太多的肉 它这是土猪肉 肉香味特别多 这个总得是什么蒸肉什么的了吧 刚才那一盒丸子 就是蒸藕 我还以为这是盘肉 这就是他们当时传统菜 你知道吧 这些蒸菜真是流传了好几百年 上千年的那种 因为以前没有什么烹饪手法 就所有的菜都是靠蒸 然后也这么穷 所以都是过年的时候 才做这些蒸菜 方程烩面 刚上来的时候羊肉味还挺足的 但是羊肉是牛肉 可有当心 它这个烩面 喝着还有一点点羊肉的山味 是不是本地就是这种做法 哇塞 好吃 它这个烩面 跟别的面条不太一样 就是除了汤很鲜以外 它整个这个烩面里头 蔬菜的清香味很重 就它放了这几根油菜还是什么 就它放了这几根青菜 搞的这个汤里头 整个都是青菜的清香味 底下还有料呢 豆皮粉丝 怎么最近咱们去的都是主食大省呢 这个就是刚才差点造成火灾的一个山 你看他们这个真的不行 加热的时候放一个蜡烛 还放了一块酒精 而且离子还特别近 而且灭火的方法也非常奇葩 浇热水 一浇起来大火球看着还挺过瘾的 吓死我了你还过瘾 这不就当铁板烧的表演项目吗 这叫炒糖和凉粉 它上面放的就是蒜苗 它们这个凉粉纯绿豆面 你看就是感觉上就非常紧实的那种 吃起来也是坦坦的 你要不说其实说的是土豆丁也行 吃着就比较一般的没啥特色 南洋蒸面条 其实这个我是之前吃过 就觉得这种还挺好吃的 它是蒸出来的面条 它跟焖面还不太一样 它这个面条蒸完以后 上面还要倒香油 所以整个就是抓得起来非常散的 而且吃起来非常松软的那种 浓浓的肉香味 就是肉有点少 就酸 青菜也就更少了 它这个蒸面条应该蒸好以后搭配出来的 就它这个姜豆 还有它这个豆圆 其实都还有那种脆脆的口感 这个面条也好吃 它主食真的好厉害 中原大锅菜 这就是家里的炖菜 给你们看有啥就行了 白菜 酥肉 炸豆腐 丸子 粉条 没了 特别 还有点海蘸 上次周觉得它好吃 这次也觉得它好吃 本身食材的味道很突出 就各种食材你都能吃到本身的口感 跟我们平时在家炖那种不一样 基本上吃的都是肉汤的味 所以这个还是很好吃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总共512块钱 就是点了6个菜 就基本上算是比较贵吧 主要它那个辣子鸡贵 238虽然味道不错 整体评价一下 这家住京办人少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吧 这应该是北京市人气最差的住京办 菜品质量相对来说就比较一般 正常水平正常可吃 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 就这服务员啥都不懂 你就没法说 整个这顿饭吃下来好多事故 首先就是上一个凉粉火太旺 整个凉粉一会就烤焦了 然后灭火的时候直接倒开水 最后打包的时候直接端盆往饭盒里倒 然后弄的一桌子都是 封盖的时候盖跟盒还对不上 反正这顿饭吃的特别揪心 也不能说它很差 但是各个地方让你感觉不舒服 所以这一点真是需要改进 就他们家除了辣子鸡好吃一点 其他的就相对来说 就是一般水平往上一点 并没有什么菜能够特别代表南洋本地特色 你知道吧 所以来这基本吃的也都是河南味道 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去别的店尝一尝 对吧 好 感谢您说完这一期太阳餐店 我吃了你馋了 这期视频不完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